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连航 中国需要找自己的朋友 找自己的伙伴 甚至有没有办法让别人去跟菲律宾干 好 来 史英宏一概念头 我觉得这个年轻人讲的很有道理 有的时候我们要向美国学习 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现在感到 就是一个国家再大像美国这么大 还是要同红体系 还是要战略伙伴 还是要朋友的 特别是那些就是说要紧的时候 能站出来制造喊两句话的朋友 我想我们一定要把亚太地区的外交搞好 特别是把中国周边的外交搞好 而且要搞几十年 菲律教授讲的是我觉得很重要 但是也是一个理想主义的一个想法 你像我们周边有几个国家能和我们结盟 有多少的利益和我们相 这个纵横百合是我们一贯的一个 要采取的一些外交政策 外交手段 我觉得最终还是要立足于自己 内因是条件外因 内因是根据外因指示的条件 内因跟外因就要做一个强国 搞好外交基础上有选择的 经过几十年努力 选择一些盟国或者总盟国 或者真正战略伙伴关系 是长远之急 我觉得小国实际上 你比如说这个东盟十国家吧 刚才讲了他跟我们的贸易额 现在是三千个亿美元每年 那么按照我们总理的设计的话 到2015年可能达到五千亿 这么大一个块 这么大一个贸易额的话 那谁都离不开谁 这十个国家的话 中国都是他的贸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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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逐维的关键点就是靠经济 应该确实慎重考虑 我们怎么样综合应用 包括我们经济手段 这样综合应用起来 才能确实保护我们 而不是说你遇到老大来挑衅你了 老三来来挑衅的 打不是这个概念 不一定一定就会出 一定得出现 老大挤压我们 然后老三老四老五挤兑我们 其实历史上经常有这样的情况 老大挤压 但是我把那个老四老五老六老七分解开来 争取多交朋友 甚至到一定的时候 这个可以把它提升为真正的战略国关关系 这是一个强国之道 那么突破纯维的根本的战略比重点在哪 从文在内不在外 全世界也跟中国的朋友有的事 所以不要看我们好像是孤立的 我觉得我们还是有大有可为的 只要自己不乱 谁也乱不了咱 好 谢谢李平 对于中国来说的话 必须就是要有战略意志和战略的决心 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在1992年的中海游在万安滩进行开发这个石油 事实上我们已经开始赚紧了 那么但是因为越南的渔船 风有而至 搞得我们开不了 最后我们这个就不了了之了 但是越南就是利用我们这个办法 它在那里又开采了石油 也就是说我们中国实际上有很聪明的人 我们不去解决南海的这个办法 是聪明的很多 办法是很多的 关键是我们有这个意志 如果没有这个意志 我们的办法反而被别人所拿去了 现在实际上事实上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冷战 这个冷战很可怕 可怕在哪 就是一方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加亚洲小北约 包括北约东扩 包括亚洲小北约正在打造 这么一个利益集团 另外一方就是单单的一个中国 形成了这么一种新的冷战方式 在这种方式下 我们就得考虑我们怎么突围 实际上我个人认为 突围点就在哪 就在中国 就在这个南中国海 为什么 南中国海是中国能否走向世界的一个门户 另外一旦我们在这一点 我们找对了一个对象 我们要是把它解决了的话 我们可以让他们的同盟做鸟受散 这下我们应该做的 我们应该是杀鸡给猴看 我们连鸡都不敢杀 我们去警告什么猴 现在的情况 我觉得完全不是冷战 这个冷战我完全知道 我小的时候就是在冷战里 你也可能记得 不是这个情况 完全不是 冷战是你每一天起床 你不知道你会不会死了 我们小的时候真的考虑这个 你们都小了 可是真的是那个情况 这是冷战 这不是这个情况 现在的情况是非常好 现在世界上是 我觉得人类历史上 现在是最好的情况 谢谢 谢谢 来厂家的嘉宾 请讲 好 大家好 我是来自老挝的 可能是汉语说的不是很好 老挝 也是中国的朋友 我是觉得这样子 你不会说你在战争上 你要用武器 就算是战争 我觉得都是不是这样子的 可以一个协调或者一个 我们可以有一个和平的 我相信如果真的 中国做出的这样给世界人 就看出来中国不是恶劣的 不是野蛮的 而且是一个很善良的一个国家 就是很那个 就是说我不是不害你 是要用战争的 这一个方式 可是我却不想要用这个方式 来是打仗 不会打仗 对 我觉得在中国很很妙 就是他们就会 很妙 对他们有聚会 他们不会觉得用这个方式来去 给世界 只能看这样中国 神算妙计都在这几个人脑袋里头 好 谢谢 谢谢 来这位请讲 在南海这个问题上 我们要的是主权 是本来属于我们主权 而不是霸权 在国际 在国际舞台上 我们要的是尊重 而不是恐惧 南海就是中国的维亚计马 祖国再大 我们已经无路可退 谢谢 谢谢 最后的时间 最后的时间 场中央的六位嘉宾 每个人二十秒总结 来 钟平 请 我们讨论南海问题 已经讨论了很多次了 而且我们每次讨论 形势越来越紧迫 我们都看在眼里 急在心里面 难道我们下次还讨论的时候 又会有新的情况出现吗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我们应该当断 必断 谢谢 建群 我想你用这个 孙子兵法的一句话 兵者国子大事 我们还是要小心为妙 华将军 那我也用孙子兵法的一句话 叫上兵伐矛 其次伐兵 其下工程 工程是我们迫不得已的最后手段 当所有外交手段已经用尽的时候 我们只好用我们的非和平损损 来排除这个 这个我们发展道路上的障碍 那么在这 如果要一旦出现这种情况 我们将不惜一切代价 宁师千军 不师寸土 谢谢 洪将军 兵法的一句话 妄战逼违 好战逼亡 第一个是讲我们的 第二个是讲那超级大国的 利平生 那么现在南海的话 实际上是呈现一种越来越恶化的局势 那么实际上我们现在在国际场合 现在是越来越处于被动 那么在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们觉得应该是要多管齐下 这样才能够把南海恶化的局势 控制在一定的局面里面 谢谢 最后是樱宏 樱宏 樱宏 他们两位赢中国的兵胜 我来赢西方的兵胜 克拉塞为耻 克拉塞强调 任何国务家 在真正的特色想好 为了什么 你要打仗 以及怎样进行战争之前 不能做出战争决定 第二句话也是他说的 大一 一旦 做了 经过深入所力做了决定 要坚信自己的信念 坚持原来的决定 谢谢 谢谢所有的嘉宾 刚刚几位嘉宾 东方的兵胜 西方的兵胜 通通引用了 不过最后坦白讲 我也引用一位嘉宾的话 这位嘉宾就在我们旁边 也就是这位来自老挝的朋友 他说了 他觉得绝对不可能会打仗 为什么 他觉得中国人很妙 我也相信中国人当然妙 神机妙善就在我们的智慧当中 用智慧来破解一切 我相信我们做得到 谢谢大家收看 再会 谢谢 谢谢 接着想来为您播出 实际直通车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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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